我张开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测评数据呢 各项得分都非常高 非常饱满 兴趣点呢 也很广泛 这也是反映在他在做设计方面呢 从管理上 项目这个搜寻上 都是做得非常好 像这样的选手呢 是给他打十分 在设计方面打十分的 挺惊讶的 我没有想到 像我这么一个有门有怂的人 还能得分那么高 就是确实我看了都觉得很高兴 如此优秀的一个人才 我觉得在设计内和策划内 都会有所成就 所以接下来就看你们怎么给 九盏灯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好 还剩下七盏灯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从韩虎开始 给你的职位就是我们沟通的这个事业部的副总监 这个位置 贝斯在北京 我们给你的职位呢 是这个UI或平面或者是交互的设计 我们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和设计团队 我希望您加入我们的团队成为这里一个高级产品交互设计师 中国功夫娱乐赛事为您提供的岗位呢 就是设计主管 汉农体育能够给到你的岗位是我们在大平端的线上教育产品的产品经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给你的岗位是高级设计师 我们的base在成都 我希望你去成都 期待你的加入 谢谢 给你前期的这个岗位呢 是总监级的高级交互设计师 我们希望你能够作为首席 七盏灯灭掉 五盏留下两盏 不难啊 还是有难度的 去吧 这就还有一个 好 钱 这个 谢谢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有请李淑玲 段东 弹琴不上感情 我对这次的薪资很有期待 对吧 一个在视觉系全美排名 特别高的研究生 外加四项大奖获得者 要是给的心思不高 我以后不好意思说 我是非你莫属的专家团 我觉得惠普说的是 刚才我是挣扎在五万到十万之间 然后我说在想 而且你更坏 没有选到你就说自己五到十万 对 我觉得他是值的 写好了吗 请揭曉 段东 段东还真没这样过 我是这个在非你莫属舞台上 给的工资最高的一个 段东从来是看实力给价格 他从来没给过这么高 李淑玲我再给你个机会 别那么小家子气 一直以为你还有女王范 你就不能不一样 你行行行吧行吧行吧 这个薪酬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有家 人家也有家 有有有家吗 人家有家 刚家的吗 对 是刚家的吗 人家段东是有家的 有肯定有家的 OK OK 这个薪酬 你完全有资本在我的期望之内吧 在我的期望之内吧